大家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 曾国藩格局术,学会这三步 人生利息不是梦 在追逐人生梦想的道路上 我们时常听到一个神秘而深刻的词语 格局,它仿佛是成功者的秘密武器 是走向巅峰的不二法门 然而格局并非是一时之间就能够掌握的技能 更像是一个人的人品、思维和经济的综合的体现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人生的棋盘中 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的走势 塑造了他的命运 下面将深入的解析格局的本质 揭示成功者如何通过扩展格局 开创更加辉煌的人生 格局,这是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词语 一种被认为是与人发展息息相关的品质 但是关于格局的定义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 如果一个人没有格局或者是格局太小 那么他的发展一定会受到限制 因此许多人努力学习与格局有关的思维 希望通过提升自己的格局来获得更好的前途 那么到底什么是格局呢 格局这个词源自于象棋和围棋 这两种古老的游戏 都是在棋盘的格子里进行博弈 这书格局是指棋盘上的格子 而局可以理解为棋局的局势 格子代表规则 多个格子在一起构成某种框架或者是体系 当我们在这些格子构成的体系下 博弈竞争时 格局就体现了对局势深刻理解的程度 一个人的格局由思想 学识 经历 所处的位置的高度 以及思维模式等多种的因素综合而成 时刻影响着行为和决定 最终塑造了个体的因果和结局 在象棋和围棋中 玩家需要看待棋局的高度和角度 以及对棋局趋势的洞察和理解 这种对棋局的全面把握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格局 而一个人的格局大小 直接决定了他在人生棋局中的表现 格局小的人可能一生都只是生活在狭小的范围内 而格局大的人则能够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置入 迎接无限的可能 然而格局并非现代人独有的概念 而是古人着以深刻论述的命题 曾国藩成言 既往不咎 既为做人之首要的格局 这简短而含蓄的段语揭示了 提升各体格局的要义 他告诉我们 若想更上楼城 至少要学会 不为过去的错所纠结困扰 贫弃怨恨之心 真正的做到人之道 其是余能能够释然往事 毫不牵挂 毫不计较 在这一点上 曾国藩与孔子的思想 有着奇妙的共鸣 孔子在论语中真真教诲 成事不说 所事不借 既往不咎 为格局树立了指导原则 而其中 既往不咎 曾被曾国藩解读为 做人的第一格局 既不对过去的过错 愤愤不疲 不在科折对错 和归咎责任 孔子的教诲中 一则 弟子犯错的故事 展示了宽容仁爱 获达大度的态度 孔子并没有急于谴责 而是一种包容和理解的姿态 彰显了既往不咎的重要性 这三不原则 摇晦了一个人具备宽容 谦和仁爱品质的形象 而这也正是格局的构成要素 既往不咎 并非表面对错误无动于衷 而是呼吁我们 不要为过去的过错 而陷入深渊 而是要把握当下 努力走向更好的未来 这种格局意味着拥有深刻的人生的智慧 懂得在城市之时保持低调 不因琐事而斤斤计较 同时更能理解对待过去的得失 这种境界超越了个体的私欲 彰显了一种崇高的胸怀和境界 很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很慢 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的这三不原则 不理解城市不说 琐事不记和既往不咎的人 往往被过去的错误和所事所困扰 导致格局逐渐变小 步伐也就无法走得更远 因此了解并践行这些原则 对于扩展自己的格局 实现更广阔的发展 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格局的提升并非是一处而就 它需要个体在思想 态度和行为上不断的调整和提高 了解自己所处的局势 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 培养宽广的视野和胸怀 都是提升格局的有效的途径 同时学习和实践 城市不说 琐事不借既往不咎 这三不原则 将有助于塑造一个更为高尚 宽容和充满智慧的人生的格局 在现代社会 快节奏和高竞争 使得许多人陷入了 琐事物的里沼中 难以的自拔 然而若是能够牢记 城市不说 即在成功之时保持低调 不张扬 琐事不借 既不畏所事而斤斤计较 既往不咎 既不耿耿于怀 不过度的追溯过去的过处 各体将更为从容的面对挑战 格局也将更为开阔 总的来说 格局是一个人在人生博弈中 所展现的思维深度和广度 它是对局势的深刻的理解 是对事物发展趋势的敏锐的洞察 更是一个人品德和修养的体现 通过理解格局的本质 通过修炼和提高自己的格局 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种种考验 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因此 格局不仅是一种品质 更是通向成功和幸福的一条重要的路径 在塑造更为丰富的人生格局的过程中 这三部原则 无疑将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指南 指引我们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者想法 请留言评论 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